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萌扬 在8号宣布暂停NBA季前赛转播之后 我们看到时隔不到一周腾讯体育恢复转播了 10月14号 转播了两场比赛 分别是多伦多暴龙对芝加哥公牛 和以色列球队特拉维夫马卡比对明尼苏达的灰狼 那这会不会让那些自干五小粉红们有些尴尬甚至懊恼呢 不过懊恼也只能是在心里 别表现出来 因为爱不爱国呀 在中国是一门学问 这需要有及时准确辨识风向的敏感 否则拍马屁拍错地方拍到马蹄上那就惨了 腾讯转身让许多大陆网友发现他们被耍了 有的大骂要大家爱国的自己先跑了 留下满腔热血满头冷水的我们 也有网友调侃说腾讯体育只是暂时爱国一下 风声过了继续赚钱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腾讯声明的是停播季钱赛中国赛 央视停播的是所有季钱赛都没有说封杀NBA 有一位自称老人的网友在微博发了一篇文章 新时代爱国指南 其中批评那些被耍的爱国民众不懂得看风向 文章说外交部两次表态要领会精神 外交部说严正交涉的时候 那就是你们冲锋见证展示力量的时候 外交部说中外交往要包容的时候 这个就是收到了信号 领导允许比赛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买票入场 给外国人展现我们购买力的时候 爱国力量要自主研发高度可控 不能反视质疑 我们从这位网友的说法来看 他对中共的这个宣传应该说有一定的研究 所以更让人相信在中国爱国就是一门学问 大家知道当年慈禧需要扶清灭阳的时候 他需要义和团去冲锋县阵积极战斗 可是协议签了之后义和团就得赶紧拾去 找地方隐藏起来否则就要被剿灭了 爱国也是一样 得了解时局你得跟着党走紧跟着走 否则就容易跟党畅反掉 中共需要转向的时候 你就得跟着立刻转向 不能持眼 理解不理解都得转向 那如果来不及转向呢 很可能就会被约谈 喝茶甚至遭到镇压 饭圈女孩 就是来不及转向的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继10号上海的这个比赛 在惊人爆满之后 12号在深圳的比赛同样是人山人海 门票早就销售一空 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 周边也被人潮给挤爆了 特别是当球星出现的时候 球迷是欢声雷动 可是饭圈女孩在效仿美国人的做法 相约众筹制作了3000张墨雷道歉的标语 想在比赛场地发给那些进场的观众 不过没等他们发 警方就给全部没收了 使这次爱国一举胎死腹中 而且更可笑的是 饭圈女孩的这个成员们 都被警察集体约谈了 大家知道NBA事件 只是因为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 莫雷的一个撑港推文 莫雷说为自由而战 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这个推文经过代表14亿人民说话的央视 煽动之后围攻NBA的火 那就立刻吞着起来了 随后那蒂富尼南方公园苹果 只要跟让中共紧张的香港问题有关 都是接连中招 哪怕是蒂富尼的那个广告片 五月份拍的 远早于港警射伤香港女子右眼的那个事件 也不行 法广指出 这件事的荒谬 就在于孩子还没有出生 已经有了原罪了 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 最近几年中共发起的这个抵制运动 你就会发现 煽风点火 少不了中共官媒 2008年抵制加勒福 2012年抵制日货 2014年抵制马来西亚油 2015年抵制美货和菲律宾 2016又抵制韩国反韩反乐天 2017抵制德国货 2018又抵制法国巴黎世家和意大利的DG 今年又抵制西班牙品牌ZARA 这么一次次的抵制爱国运动 都是中共官媒引导舆论 煽动小粉红自干舞的爱国热情 不过中共的风向呢 有时候难说 捉摸不定 变化太快 所以很多的小粉红自干舞 有点跟不上节奏 其实所谓的看风向 这只不过是一种嘲讽的说法 因为所谓的风向 那就是中共出于各种政治的需要 各种考量他有意在推动某件事情 这样的这个变化 哪是一般自干舞小粉红看得懂的呢 所以说在中国爱国 真的是门学问 可是大家注意到 为什么每次中共发起的这个抵制运动 都有不被煽动 不跟风吵闹的人呢 昨天香港01 报了这么一个消息 有八名香港中文大学的大陆本科生 组成了一个调查团队 用微信问卷调查这么个形式 了解大陆在港留学的那些学生 对反修例运动的态度 收到了269份有效的问卷 在这个问卷当中 对港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的受访者 其中有支持者占30.6% 不赞成者占37.7% 还有近30%的受访者 是因为敏感和担心 保持中立和沉默 另外有大约6成的学生 支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报导指出 调查者们发现 在港留学时间越长 越支持这个反修理运动 那换句话说 就是不被中共洗脑 删斗的时间越长 对中共看得就越清楚 当人们了解了中共的本质 直到中共不代表中国之后 自然就会有理性的思考 这时候才有可能 不被忽悠 不被删斗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